那我要準備一下 換我準備好了 OK好 我先講我來 OK好 對了跟大家分享一樣 IG搜尋主題標籤 Kids 風言風語 然後 幹 忘記了 我忘記要幹嘛 OK好 好 我讓我再一次 IG搜尋Kids 幹 哈囉大家好 我是Ken 這次邀請到的特別來賓 肯尼老師 他是我們台灣 台灣知名的樂團 Infernal Chaos 那為什麼會請肯尼老師自己介紹呢 因為我英文不太好 其實我英文也蠻爛的 真的嗎 那你為什麼要取一個那麼靠杯 不是我取了我第二代的 是喔 不好意思 好 那我們言歸正傳 這次我們會請到肯尼老師 最主要就是因為 我們要幫他改變髮型 其實我們原本的重點 是要改變你們團的吉他手 我先來刷存在感 對 沒錯 也不是啦 就是要先來去 要先試車嘛 聽起來好像怪怪的 就要先試我這台車到底 狀況是怎麼樣 因為他們吉他手 有很多點很多毛 有些地方不能剪短 那其實我跟肯尼老師講說 我個人其實很偏愛男生 牛長頭髮 所以請他不要擔心 如果你今天有看到這個影片的話 你放心 我跟你是同一掛的 這一次我們請到肯尼老師 既然他已經來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頭髮的問題 那肯尼老師其實我們從鏡頭去看 這我就直接講 肯尼老師的額頭是比較寬廣的 比較讓大家都看得到的 我就想順便解決這個問題 對 那這次我們要去改造的髮型 其實我們私底下有稍微聊過 那我們聊的話題 就不外在乎 是一些硬舉啊 跟臥推的東西 是不是 不是 我剛剛真的在聊這個 對 沒錯 走到專業面 如果今天要把肯尼老師的髮型 去做一個改造 然後又不失去他們在表演上面的這種風格 還是以長髮為主的情況之下 然後又能掩蓋我們的額頭 那就是把頭髮的程式提高 那提高到多少呢 這就是一個很大的關鍵 如果在早期的話 如果提到耳朵 提到這個額頭以上的話 變成80年代的髮型 那我們這次的目標是一個比較平成年代 就是1989年之後 一直到2000年中間的一個比較搖滾大叔的髮型 然後也符合他們的團的一種風格 我講到這裡 我相信大家已經聽不懂我在講什麼 反正真的重點就是 剪完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這次的髮型就是 既搖滾又成熟又帥氣 沒錯吧 這是你的目標 那我們就開始囉 在開啟之前我跟大家講 這次肯尼樂老師我除了剪菜以外 還有燙髮 那有很多人都想看男生長髮燙髮 到底是可以如何帥 今天我就帥給你們看 因為本身今天的模特也很帥 其實我自己就是查長髮怎麼燙 才找到那頻道 真的喔 對 我以為你要說其實我知道我很帥 我知道 幹 那我們就開始囉 GO 我們還是要堅持我們該走的路 有時候看到人家在做主流音樂的時候 你會覺得幹賺好多錢 然後大家都在focus好 然後自己會覺得說 是不是也想改變一下 但是 你知道那種心情嗎 又覺得又失去了初衷了 因為覺得日語氣脫學 那乾脆不要玩 對對對 所以乾脆什麼時候要做韓系造型 韓語嗎 其實韓國的東西就是很學歐洲的 他們就直接靠過去 我說造型什麼 日本比較不一樣 日本是把國外的東西拿進來以後 然後再主角一下 然後轉化成自己 我覺得日本的東西 什麼東西到他們手上 之後會變成他們自己的東西 他們自己的東西 對 你像咖哩原本就印度的 又到時候要變合謊 好 開始這樣 體外話很多 不好意思啊 那這次的髮型我們在總輪廓的地方 其實是不會做改變的 真正的改變是來自於層次 那這樣的層次我們就會做前側點的地方 以上 就是二分區的地方 開始做層次的提升 那這個層次的拉升 我們是不能拉太高的 因為如果拉過高的情況之下 這個髮型就會變成80年代的髮型 那我們的這個層次我們會比較落在比較低一點點 所以算是一個見真高層次 但是不會拉到頂部去 我們的最高至高點只會到這邊 這樣大家看得到嗎 沒關係 既然聽不懂也無所謂 為什麼我要講這些呢 裝逼而已 來我現在剪差不多了 那我給大家看一下剪完之後的樣子 我現在還沒有他 大家應該不難發現整個的髮型 呈現一個比較方形的結構 那男生的頭髮 只要呈現方形結構的話 就會帥就會酷 這樣聽起來好像有點 有點鬆的感覺 酷這樣 這句話 找一個言語比較炫的 不要講酷的意思 屌 對 男生只要頭髮呈現方形 就屌 來 你要憋笑吧 然後 我們從 算了我憋不住了 好 沒關係 好 重點 我們從這邊去看 像肯定老師這樣子 我剪完了以後 他整個額頭就會往內縮 因為剛剛原本層次過低 那這種過低的情況之下 上面就會變得寬廣 然後下擺的地方會變得很厚重 那我把這邊縮進去以後 臉的五官也會往中間集中 會讓它更立體 那整個帥勁的感覺就會出來 來 轉360度 來 轉360度 喔 幹 有點重 好 沒關係 好 自己來 OK 那接下來我們就燙法 那我們這次燙法 一樣選擇熱燙 那很多人問我說 熱燙到底跟冷燙有什麼差別 冷燙是把二流化劍還原 但是熱燙是把二流化劍跟輕劍兩者 都去做還原 那這樣的頭髮 它的維持度會比較高 然後它在整理上面會變得更簡單 然後捲紅會變得更深 那接下來我就準備上藥水 那我們開始囉 GO GO 好 那我們上完藥水 那接下來我們就等15至20分鐘 再去測它的軟化 那如果還沒有軟化的話 我們再繼續往下等 為什麼要等那麼久 因為Kent上使用的產品 基本上都比較溫和 所以頭髮的軟化速度 可能也會稍微慢一點點 那我們待會見 好 那我們現在軟化完畢 那接下來我們就上捲 其實上捲才是重頭戲 那怎麼樣上捲呢 像這樣長髮的髮型 其實捲得不要太多 當你捲得太多的話 你就會變大媽了 來 那接下來我就開始上捲 那上捲的型態 待會會會分享給大家是什麼樣子 那我就開始囉 GO 好 那我們上完捲了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其實紋捲子的排列也是非常的隨性 真正的重點是來自於你想要往哪個方向捲 也不用排得太多 因為我們的目標是 髮尾的一個膝 然後一個大捲 往後延伸 讓整個感覺非常的帥氣 那接下來我就使用 130度25分鐘來去塑這個頭髮 那待會見囉 好 我們2G上完了 那等待時間也結束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沖水囉 我們GO 好 我們上完啦 那接下來我們來整理肯尼老師的頭髮 來 在這裡跟大家說 長頭髮整理的方式有兩種 一種是吹乾不理它 然後就會變酷酷的那樣非常的頹廢 那第二個方法呢 就是抹完髮蠟之後吹乾 那髮蠟的選擇這個時候就很重要 因為畢竟是長髮 如果你選擇的髮品 會讓頭髮變得非常硬的話 那你就會變滲透式心實 那長髮我們要的是自然 所以我們會選擇比較柔和的髮品 也就是說抹上去吹乾之後 頭髮還會有自然的飄動感 要不然的話 這實在太視覺了 來 那我們先抹蠟 做一個打底的動作 你要選一下嗎 對 我正在看 好 然後整個頭帶過 那盡量去找清水性的髮品 那整個大致磨完髮尾稍微抹過 那我們抓完了以後 接下來我們就吹乾 那吹乾的時候 怎麼吹呢 那吹頭髮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如果要讓頭髮膨的話 我們一定要膩的毛流去吹 因為我們的頭髮身長都是往下往下往下 但是我們希望有蓬鬆感的話 我們要反方向去吹 但是記得一件事 不能吹到拳杆 因為你吹到拳杆的話 你就會變阿得骨了 你就站起來了 對 那會變得很奇怪 也就是吹到八分杆的時候 我們再把它調整回來 然後髮尾的地方 我們就用手去繞 那怎麼繞呢 就像繞電話線一樣 就是情鬥初開的時候 那繞的電話線都已經在哪裡 現在沒有電話線了 好 沒關係 本來你們就靠想像 好 那我們開始囉 然後把頭髮抓到往後一點 對 然後這個上面的地方 就是公主頭的地方 往後讓 公主頭一下 往前 因為人類這邊沒有頭髮 那你全部往後的話 那你就變很像 那種 變那種豪豬的感覺 全往後擦 對 對 有個華麗感 就是他 就是他 我就在找這個 是不是 就是他 有沒有 來 360度轉給大家看 好 我自己來 不然 不然他轉得不順 沒關係 來 我們先從側面來看 全部往後延伸 髮尾做一個彎度 最髮尾的地方 就是頸背區的地方 我會做一個溪 再帶一個半彎 如果讓整顆頭 都超過C的捲度 一個C又帶半彎 或變S的話 基本上這顆頭 會變得非常難整理 其實他對於男生來講 最重要的就是 回家能自己整理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那長髮的男性 如果從側面看 要讓你覺得很帥 很酷的感覺的話 男子氣概重的話 一定都要做一個 前短後長的動作 有點像狼型的感覺 來 像這樣的髮型最帥的 就是這種感覺 大家從側面照一看一下 一根在那邊 對 大家有沒有看過聖鬥水星 是 你不覺得帥哥的髮型 就是要讓我瀏海 有點 有點露一兩隻的旁邊 對對對 你有沒有看過那個 讓人見客 喔 超帥的對不對 他這樣一扎 然後是很 很隨性的這種感覺 你說裡面公本武藏 對對對 然後你這種髮型 還可以做一個 有點公主頭 還有一種做法 是這邊收過去 然後這邊嘴邊亂捏 好 髮型弄完了 那我們請肯尼老師 來說一下心理感覺 解決掉好多年的困擾 發現過高的問題就搞定了 然後最主要是帥 沒錯吧 然後最近肯尼老師 你們有出什麼新歌咧 新歌目前其實還在寫耶 你寫了多久 你在質問人家 我卡關了 好沒有關係 對了跟大家分享一下 肯尼老師不只是做樂團 他們還有做一個 哈克斯的頻道 那我來請肯尼老師來分享一下 因為我最近要上他的頻道 然後去跟他聊聊天 那肯尼老師 來 記得去IG搜尋主題 標籤Kids風圓風雨 還有 Infernal Chaos的IG 還有 我的 如果你想學唱歌的話 找我 沒錯 對了還有各位觀眾 如果你們有做獨立樂團的話 歡迎來報名我們的頻道 然後來上我們的節目 我們幫你弄頭髮 那你們可以宣傳你們的音樂理念 想報名的話 就私訊我的小盒子 或是私訊小胖的小盒子 因為他腿斷了 每天沒事做 那記得訂閱分享 壓起旁邊的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次 G G